朱學章被指控比武 設局傷人 再度出庭 火氣還是很大 一邊走一邊罵 還推打媒體鏡頭 態度非常囂張 就算走進法院大廳 還在叫囂 不但大呼小叫 朱學章和老婆吳佩華 兩人開庭 卻包得跟卡通阿妮一樣 密不透風 一進到法庭內 立刻裝乖 向法官辯解說 自己是為了阻止對手拿刀 才奪下力氣 只坦承有傷害被害人 強調沒有重傷害犯意 請求輕判 不過遭砍斷手腳筋的王韻玲媽媽 也道庭聆聽 控訴朱學章就連開調解庭 態度都很囂張 態度非常的差 然後拍桌子 然後甚至於指著我的鼻子 指著我的臉說 你棒 你到底是怎麼教出這樣 沒有教養的孩子 2016年時朱學章持刀傷人 一審被判刑6年 老婆吳佩華則是5個月 當天還有一大巡黑藝人住正 總共26名被告 但其中三人緩刑 卻沒給何解金 法官當庭詢問原因 被告竟然回答 給了還不是坐在這 遭法官斥責 就是沒給檢察官才會上訴 你們搞不清楚狀況 未來怎麼當國民法官 要開庭我都會有掙扎 因為我覺得看到他 我就是你知道那種 其實我們都有那種 所謂的創傷症候 然後然後我們都會覺得很難過 被害人和家屬至今人心有淤跡 而朱學章持刀傷人 卻是一貫的囂張態度 這砍斷人手腳筋的一刀又一刀 傷的不只是身體 心裡的痛更是一輩子都難以復原 記者徐聚明 劉儀錦SNG小組 台北報導 靠 涼 谢谢观看